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梓彤,這位環節邀請Jason和我們聊天 Jason你好 梓彤你好 先看看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去到 askbschannel.com或者WhatsApp910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按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一看港股最新的表現 下午回來,剛才十多分鐘倒升上來 暫時升77點,280086點上28000關口 國企指數升120點,升幅超過1% 10645點 大市暫時成交538億多 看內地股市也有倒升的情況 護心300指數升5點 3434點 上證種指升11點 2783點 Jason 剛才五間的時候都說過大市 主要是說人民幣的走勢 下午反過來,我都問你 人民幣是否反過來 反過來反過來反過來 反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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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已經是升上地 這兩岸價還在6.8018 就是都在這幾個小時裏面 都彈回百幾點子 你看到在岸人民幣方面 也是彈回6.777左右 所以你問我這一段人民幣有少少的反彈 可能就導致市有回升 但是你問我那個彈力是不是會很大 或者你接近央行是否真的會有個 很重大的干預 這個我都是有保留的 所以就算這一刻 行指是彈回一些上來也好 可能即使他再有多個後抽 都是那句 上去28,500至29,000 導致市的阻力都仍然會相當大 所以純粹駁一個短線反彈 不是不行的 你看到他今早又低位彈上來 似乎那一輩子是不錯的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他有機會上去28,500至29,000 那些位置 短炒的朋友都要考慮在那些位置 才能先去take profit 好,大市呢 這陣子我們經常都說的 成交比較少的 A股其實亦都說了很久 成交比較少 其實看到大陸的一些資金緊張的情況都非常顯著 還有一些P2P民間自己的網上的信貸 亦都有一些爆煲的情況 大家都很擔心就是銀根的情況 但是呢,看回昨天呢 原來也有些外田就報道 人行就計劃給一些incentive 一些內地的銀行 希望用一些MLF去叫做放水 但是這些MLF是用來 就是那些放了出來的水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希望那些銀行可以增加一些AA加以下評級的信用債 但是首先就問一下 這些AA加這些信用債 通常是什麼公司發呢 違約風險高不高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在一個債券市場上面 都是分一些信用債評級的 如果你最穩陣的公司 或者可能是以國家主權的體系發出來 那些叫做最安全 通常都會有三個A的 那些為之是最頂級 最安全的債 但是如果你講到AA加以下那些 那相對的級別就算是中等的 又未差到說去到垃圾債的地步 但是你說在同一些premium的債券來比 也是叫做差折 通常都是由一些比較中型的企業去到發 或者你本身可能在那個的信貸水平上面 或者在那個債務的水平上面 都已經是有那麼高的 所以如果你再發債的話 變相就可能令到那個credit rating 會進一步有個下調 所以如果你簡單來說 就說這次央行 希望都用這個窗口指導形式 就向一些銀行 如果他們那個借貸的額度 是超到某個水平的 會再發放一個額外的MLF 或者一些新的資金投放 但是這次的條件就正如我剛才提到的 是有個要求 就說他們要投資去到一些AA加 或者在一些叫做企業債上面 雖然你說這個要求就沒有說明文規定 但是在它的那個細則上面 都有說到如果你接下來要再借MLF 這一類的債券可以成為一個新的抵押品 就是之前你看到六月頭的時候 都擴大了這個MLF抵押品的範圍 或者容許一些次級的債 或者都相對平衡沒那麼高的那些債券 成為那個是借錢的抵押品 希望那些銀行就利用他們投資更加多的企業債 或者相對級別比較低的債 去到再額外問央行去拿更加多的流動性 這個都算是一個變相放水的措施 但是你說到最後那個問題 或者到最後的代價會是怎樣 就是將那個是企業債的違約風險 變相轉嫁了到銀行那裡 我以為現在本身銀行是需要配置多一些這些債券 需要投資多一些這些債務 就是說如果接下來整個credit market 整個信貸市場真的有個明顯收縮 又或者那些企業真的不適當 在容之遇到困難 出現一個債務違約 其實銀行方面是有機會要跟他們買單的 你問我央行到最後 當然你說會不會夠呢 有機會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每一單都夠你 每一單的債務違約都跟你完全包底 我相信機會就相當尾 所以銀行決定到最後 做不做這一類型的債務的投資 是不是增加很多這一類債券投資呢 他們都要考慮那個風險 還有如果你說在內地一些比較中小型銀行方面 其實他們現時的不良貸款率都還是高的 還有最重要是他們的資本的水平 都相對大型銀行來說是低的 如果你說要再額外配置這一類的風險資產 這一類的評級比較低的債券的資產 變相對他們的資本消耗來說 會是更加快的 還有就對他們那個撥備的壓力方面 都會進一步增加 所以到最後銀行是否說很積極願意做這個動作呢 那又保留 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看到央行做這些動作 再連帶買即是寄輝器 好像上個月所做的那個降準 其實都是有些暗時的 因為這次講到發額外MMF 就要你買這些企業債 那時候說的降準 也都有一些附加的條件 就是降準給你 但是到最後呢 你要幫一些公司做一個債轉股 那些公司可能那些債到期還不到給你 你都不要追債了 那可能就純粹要他們發股份給你 做一個債轉股呢 就暫時舒緩那個所謂的違約風險 那當然你說銀行都有參與的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說很積極呢 那要再有待觀察 那就可以帶出來那個訊息 就說呢 現在內地央行那邊呢 都意識到 現在在內地整個次級債 或者那個數量評價比較低少少那些的債券 是面臨一個很緊張的環境 現在有些公司違約 很多銀行或者很多理財產品 都不是說再夠膽呢 去到投資下去這一類型的債券產品上面 所以唯有用一些額外的工具 額外的一些誘印呢 就吸引一些銀行去投資了 因為如果你到最後沒有資金進回去的 那些企業債融資是完全做不到的 一爆起上來 其實銀行自己都要承擔損失 到最後可能在沒什麼計之下 或者這些叫做非常時期之下 都迫著用這些非常手段 但是這些動作 其實背後最想的就是舒緩流動性 但是剛才都說過了 就是內地那些影子銀行 其實維約的風險現在都很大 也都涉及很大額的一些資金 但是這些動作 足不足以可以很大幅地 舒緩市場流動性的問題呢 其實應該這麼說 現在市場擔心不是說流動性 因為如果你整體見到的拆息 現在是正在換下來的 你看到今個星期 央行正投放那個益回購的資金 都五千多億是創了今年以來最大的規模 你說現在內地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是不是說很緊呢 又不算的 所以現在反而擔心就是債務違約的問題 就是流動性在哪裡緊呢 就是一些比較刺激一點點的債券市場 那些企業債是沒有人願意去投資 所以如果你說流動性緊 就應該集中在那部分的市場 但是如果你看一些叫做國債 或者是三個A那些最安全的債券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你看到現在國債 就是十年期內地那個債息呢 是在跌下來 大概剩下2.5幾厘 都屬於今年以來應該是最低的水平 所以現在內地就很分化了 一些最安全的債券市場 那些資金又爭著湧進去 那個Yield就不斷下來 但是相對一些呢 有機會違約 或者那個順帖評級不是太好的債 那些人就比之側吉 又那麼快就那麼快 令到他們的Yield 令到他們借錢的成本 又不斷扯上去 所以現在內地就面對這個問題 對於一些比較刺激一些 那些企業債 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或者舒緩那部分流動性的問題呢 這個就是要想一想 好 除此之外 說到違約風險 剛才你也跟我們提到 原來大陸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間中宏的公司 是一間內地房地產的公司 都有些債務違約的事件出現 這個也是最新 應該是昨天 或是今早上傳出來的 就是中宏股份 在深圳上市其中一間 都叫做幾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商 出現了有部份的到期債務 不能夠預期兌付 說的那個金額 都有整四十幾億的人民幣 這一部份的違約 都令到市場有些害怕 因為當你說在內地上得市 規模不算小的內房企業 都要出現是在融資 是融資不到 有些債是要違約的話 大家自然會想的 第一間出現了第二第三間 接下來的會有哪些 會跟著同樣有這個爆煲的風險 所以剛剛講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的銀行或者投資者 不願意買這些相對刺激少少的債券 不夠膽借錢給他們 因為現在真的出現了 有些情況債務違約 如果你接下來是不知道 哪幾間有機會步去後塵的話 你作為銀行作為投資者 都未必願意夠膽借錢給他們 就算你說借也好 那你要求那個利息 要求那個回報 都一定會比以前來講是高的 如果你換轉在內房企業的角度來看 那這個要高了 變成我現在迫著要借錢 都要用一個很高的成本來發債 那這個就對於整個內房企業 那接下來的融資方面 都有問題的 即使你說本身一間內房企業 去run得很好 很多樓賣得到的 業績又不差 但是就是因為它被其他同業拖累 但是同業還不到錢 違約 那銀行不願意放貸 就算連我一間叫做 質素是好的 或者以往的信貸紀錄都是良好的企業 都可能會面對著我發債也好 但是成本都會急升的問題 那譬如有個例子 你看到雅居樂 都剛剛公佈了 應該是昨天公佈了 都發行一批的美元債 那這個美元債的息率 以年利率來計 都去到8.5厘這麼多 都屬於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所以現階段為什麼你說內房企業做得差 或者為什麼大家都不敢買呢 就是怕他們不是說 接下來那個賣樓一定很差 就是怕就算你買到樓 但是短期裡面 你融資上面有壓力的 或者本身可能你過去那一年 是借了很多一些美元債 一些外幣的債 現在面對人民幣貶值的時候 那你接下來又可能會面對一個匯對損失 那這些因素夾夾起來 就令到整個板塊的氣候都不是太好 好啊 內房這個板塊其實都很多負面消息 之前就說 壁國元就說停一些投地 人民幣又急跌 加上現在有這個中文的事件 都怕不怕 今年內房的融資壓力 都會成為他們股價售壓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絕對是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問題 所以現在你看到他們的銷售數據 不是太多人關注的 以往我們講內房股 就是每個月買多少樓 合約銷售增長多少 如果出得好的 那股價自然升 但你見到其實六月份 這些內房企業的合約銷售 賣樓的表現 不是說真的很差 你見到升幅都保持到的 但是為什麼股價反而跌下來 就是剛剛講的問題 是牽涉到現金流會不會有機會斷跌 會不會有些比較高槓桿 高負債的內房企業 接下來要再融資去到還債的時候 都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 一來就可能在政策上面 未必再容許你再去到發太多的債 另外就算讓你發到債 讓你借到錢也好 都可能是需要用一個比以往來說高一折的利率 到時候你每一年所還的債的成本 又會是高了 所以這些因素關於融資的問題 融資的壓力 我覺得短期裡面 都會是困擾一些內房股 所以在其實幾個月之前都不斷強調 就算你要買這個板塊 即是薄去反彈 薄去有些回升都好 都只能夠選一些 真的叫做負債的比率是比較低的公司 你比較來說 例如好像688 雖然股價都下跌 但是相對來說 不算下跌很多 或者好像見到 109方面 它的股價 你看到它這兩三天 叫下跌了下來 或者可能在6月中那段 都下跌了一陣下來 但是比起今年年初 在一月初的時候 它價先是23個多 現在就算跌了下來 都有26個多 但是相反 你好像見到融創 1918 這隻股份 相對是會 槓桿 或者負債 會比較高 所以你 我先按一下股價 股價 你看到 今年在年初的時間 股價還在做 32元左右 一月初的時候 32、33元左右 然後這一輪跌下來 其實現在跌穿了 30元不止 甚至乎下跌到23元 即是說現時這個價 比起年初的時候 那個價跌了10元下來 這些就是高負債的股份 面對一些逆境 或者面對銀行收水 信貸的成本 不斷增加的時候 它就會有個較大的衝擊 所以如果你之前買的是 買這一類高貢桿的內房股 你現在都可能會有些害怕 但是就算你說 這些位置好像很低 好像很低 現在是不是會彈很多呢 我是有保留 所以我都建議 如果本身拿著這一類內房股 或者說一個金額不小的朋友 都可能要先做一些風險管理 嗯 好啊 分析完內房和內銀兩個版塊 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梁小姐在電話旁邊 梁小姐你好 你好 Jason 我想請教你 要介紹一個1760 你怎樣看 還有小米用戶貨 1100 什麼位賣 可不可以上花21元或22元 麻煩 1760是嗎 是 就是半新股 自己本身有沒有貨 沒有 兩隻都沒有 但是這些半新股 1760 7月12日上市 看資料 今天創了一個22週的新高 叫做逆市 股價都做得挺硬 但這隻你有沒有研究呢 這隻都還未說 真是很主力去看 你說裡面業務 過去業績來說 都真的要花點時間去看看 才可以回答你 否則的話 純粹拿這幾天的股價表現 就判斷不了是不是很好 你說新股上市升 有很多原因 可能市場的貨乾 或者可能它本身定價 不是太貴 所以你看到這段時間 很多新股都是 之前就由於他們用一個下限定價 估值不算高 所以反而看到虧跌 錢就反而炒回這些半新股 但是它那個基本因素 你的營利能力是否很好 現在這一刻都不能夠 搭到你 所以如果你要拿這隻股份 就純粹 都可能看回近期的 momentum 叫做不錯 你就先駁回一股短 但是如果你說想著長渣的話 都可能要給我一些時間 我看太太 又或者可能你都留一個訊息 之後可以回答你 除了英銀科技之外 還有想買一隻小米 小米現在都還未跌 20.05元 但是都叫做高位 之前證券界普遍長淡的股份 現在很多散戶都看到它說 這樣升快會不會再升21-22元 小米我都是維持一個比較審慎的體格 即使你說它好像現在的價格 都比你上市的時候 不錯的 起碼不用潛水 起碼都還有一升 但是這一層的升幅 我覺得是有些叫做過了龍 因為之前炒 就說會不會北水可以買 但是到最後都現在暫時未通行到 甚至李小嘉上到內地 談完 都是沒有一個定案 究竟什麼時候能夠正式開通 其次就是本身在昨天來說 都看到內地有些行 好像光大證券方面 都出了報告 是 你很少看到一份Initia 即是第一份開始cover的報告 就給了一個減辭的評級 定的目標價都是15元 他提到說現時的PE、P-book 不是特別吸引 都比較貴 還有都講到他接下來的智能手機方面 出貨量是否可以保持到 就算是可以保持到的 但是定價上面 會不會都因為競爭的加劇 令到會有壓力呢 這些論點我全部都同意 我也都會比較擔心 他那個互聯網的業務 即IoT的業務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在招呼書講到 這麼有潛力 上客量會這麼多呢 這個其實都是會充滿一個變數 所以你問我小米這一隻 我當它一隻叫做硬件 主力做手機為主的公司 不應該值三十幾倍的PE 雖然你說接下來 在互聯網的part的業務 是沒有一個顯著的增長 或者是上客量 沒有一個明顯提升 我相信到時會有更多行 是會downgrade它的評級 還有覺得它的目標價 都未必值現在二十幾元這個位置 好 現在暫時上市 你本身股不建議買大 所以想follow up多一個問題 就是一隻哥黎 今天就開始招股了 第一隻和股不同權的生物科技公司 你又建不建議大家抽呢 這隻我沒有什麼意見 一來本身醫藥股 生物科技我不是強項 說真的我很少評論一些醫藥股 因為裡面牽涉那些技術 牽涉那些所謂新的藥物 那些複雜程度是相當高的 還有本身這一類營生物科技公司 我不敢說它完全沒有前景 雖然它現在沒有盈利 但是本身是因為 它是要投放很多R&D 或者它一些新的藥品 那還未說真的可以規模兩產 所以未做到盈利出來 那不出奇的 所以你問我這一類的板塊 其實有一個價值 但是同時間你面對那個變數是相當大的 或者如果你買一些實體的企業 或者你買一些可能資源相關公司 一些內房相關公司 起碼那些你有過去業績 可以見得到 還有你大概都預計到 接下來那個行業方面 那個趨勢是怎樣 但是你說生物科技這些 當然整個行業趨勢 不是說負面的 但是是否說每一間都可以做到那個技術 或者是否每一間用了錢去R&D之後 接下來必定會有一個很大的回報 會有一個很好的產品推出來 那這個是會面對一個相當大的風險 所以就算你說要買這一類股份 我建議都只能夠當一個小小底 去試一下 當考一下眼光為主 好 那都是梁小姐的電話 又聽了李先生的電話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1.36 是,有沒有貨 有 有貨幾千買呢 38.6 38.6 38.6 36 有錢賺的現在 新華保險都發了一個型起 都先恭喜你 現在都有錢落袋 發了一個型起 但是之後 業績怎樣走 或者股價走勢怎樣走 今天都升成4% 現在的指賺位 或者指涉位 應該怎樣定呢 是的,昨天我也記得說過 夏新華保險的營起方面的因素 都可以再補充一下 因為今次新華去營起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保險準備金 就是reserve 方面的開支 可以是釋放出來 或者這部分的開支 今年來說會相對減少了 但是這個純粹是帳面上面的數字 就是因為本身在過去幾兩年 內地的國際利率是升了上來 是令到他們入帳方面這一部分 可以是叫做減低了 所以市場上不是太關鍵的 反而第二個因素就相當關鍵 因為他們都說到 今年上半年 他們的總投資收益 是沒有怎樣下跌的 用持平來形容 為什麼市場會覺得這方面相當驚喜呢 就是因為你看看今年 頭頭這半年 內地股市也好 港股方面也好 其實這個跌跌 跌幅是相當明顯 理論上如果你說股市跌 對於這些保險公司 都有十幾個percent的資金 是買了股票的 應該都要跟著有個回落 對投資收益方面 都是會有個壓力 但是這一方面說沒有什麼壓力 代表著對它影響不大 還有可能在之前 大家擔心一些企業債 有個違約 有一個債價方面的下跌 會不會都令到公司 都需要做一些資產減值呢 如果你說在一個型起上 講到說都還是這麼好的話 基本上暫時來講 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減值 是出現的 所以市場上 就可能在這一方面 投以信心一票 但是去到下半年 都是要小心的 剛剛提到 始終現在信用債的風險 都仍是不斷累積著 仍是不斷增加著 上半年你未爆 未需要做一些撥秘 未需要做減值 是不是就代表 如果去到下半年都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要小心 但是保險股本身盛在 保費收入上面 第二季開始 有一個復甦的 還有如果你計過估值 以新華保險來界 現時的估值都低 過去十年的平均值 所以如果你說只要去到下半年 整個債務風險可以控制下來 沒有一個很大規模 違約的事件出現 我覺得新華保險還是值得去拿 或者值得去買 其實整個內險股 我都相信在今年下半年 只要市場不要再大跌 他們跑贏大市的機會 是相當之大 再拿著槌 券身華保險 始終都有錢賺 很快回答Youtube兩位朋友的問題 有些朋友941 問81個半買 現在應該怎樣處理81個半買 看圖子應該都是 至少在今年初買 但是股價一直低 現在應該怎樣做好 941方面當然也不是我特別看好的股份 因為始終現在在內地做這些電訊行業 你只能夠說它有個防守性 現金流夠強 派息也算不差 但最重要是說收入盈利的增長是完全沒有了 今天也在傳一個話題 說中聯通和中電訊會不會有機會合併 Jeffrey也出了一份報告 是關於這件事 隨著貿易戰的開打 這兩間公司接下來合併 從而降低5G的投資成本 機會是高了 但如果你說對於中移動來說 其實是挺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說另外第二第三大的電訊商合併了 整個規模基本上和中移動是不相伯仲 到時也會令中移動的股價 或者現在面對的挑戰都會更加大 所以這隻股份我有些保留 就算它短期裏面沒有跟著市場大跌 但同樣地都看不到它接下來會有個很大幅反彈的空間 好 這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Jason的意見 另外Karen想問2638港燈 應該是未有貨的 問你什麼位置入 兩天後出業績 會不會股價會有些挫 今天的公共股變成資金避難所 港燈也挫了二週新高 港燈這些公共股買得過多少錢買好呢 我記得之前我都在不同環節上 都極力推薦買一些防守性強的板塊 一些利息、一些本地銀行 那一堆其實都算是其中一個行列 另外一些公用股當然也不少 港燈本身有個優勢 就是所有的業務都是香港 你說人民幣貶值 美國加息當然有影響 但是你說人民幣貶值、貿易戰這些 就跟港燈完全是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香港方面 接下來的電費還可以加 之前都見到跟政府談 雖然准許回報率是調低到8% 但是由於他們那個資本的投資 是加大了 是建一些燃氣發電廠 或者叫做加大一些環保方面的設備 或者一些LNG方面的接收站的投資 由於投資多了 就令到他們計算電費上面 都可以有個空間去加 令到你說這一類的電力公司 但是他們的盈利還是會有一個增長的 即是你計算公用股 但是盈利是保持著都有增長的話 再加上派息高 基本上現在市場上面是相當受落 所以很難說的 這些股份是不斷地破頂 沒有什麼特別差的因素的時候 我都暫時很難猜那個頂會在哪裡 但是買入價應該怎樣設定呢 買入價也是難說的 因為始終這些公用股升了這麼多 你高位追 所以有機會可能會滿一段 或者可能會回一段 才再上 所以我寧願薄它 可能讓它下一點 未必太低的 大概可能8.1這些位置 才去賣 好了 Karen可以參考一下 也謝謝Jason 這麼詳細的分析 Jason有沒有自有上述提供股份 沒有自有的 謝謝Jason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искϊ逼 1 訊分析 希望 咁 could 感谢观看